部長 南謀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為廟法 百千萬解南昭雨 我今見聞得授詞 願解如來真實矣 看課本三百二十四頁 這裡講到大聖不共法的淨土法門易行道 佛有聖方便 色惡於初心 這個聖方便就是特別的方便 他說色受惡念 剛開始學佛的這些人 因為他們比較怯弱 總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時間不夠 智慧不足 所以你要讓他做一些看起來 一般佛弟子在修行的這些項目 他會覺得有一點辛苦 有一點艱難 有一點做不到 所以色受這些人 護念這些人 有特別的方便 就是方法我們看 希求簡易迅速的方便到 那講到這個基本上 多數的可以說有一些大聖經典 那麼後來都比較著重這個 那就是你看所有的幾乎 大聖經典裡面 那麼再講到不管是唸佛 唸菩薩 還是唸經 唸咒 那他都會跟你講 比如說唸觀音菩薩好了 他會跟你講你唸六十二億橫河沙菩薩 不如唸一個觀音菩薩 那唸地藏菩薩就會跟你講 所有菩薩裡面地藏菩薩願力最大 那麼唸他的時候功德最大 那大概都有這樣 那面經也一樣 每一本經都跟你講 這一本經是最殊勝的 你能夠遇到他 是福報最大的 是百年難得一遇的 累結難得一遇的 通常都是這麼說 那麼送這一本經的功德最大 你是非常有福報的 才能夠遇到這一本經 大部分都這樣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提升初學者的信心 讓他歡喜 覺得我是百年難得一遇的 所以讓我遇到 那麼他就歡喜 歡喜才能信奏 歡喜信奏才能精進修學 就一直往前去 那通常 這個在大聖經典裡面很常見 特別是 一開始 他會跟你 有時候會跟你介紹 這個難得 然後後來唸完 來告訴你 你唸完你功德有多大 多大 那這個是大聖經典比較常見 那你如果看阿蘭經裡面 他就比較少有這一些 他直接跟你講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那你應該怎麼修怎麼修 通常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 互念或是射受這一些初學的人 那所以通常都會跟他強調 唸這個佛 唸這個經 唸這個造的功德有多殊勝 那很容易 因為他簡單嘛 簡單又容易 那眾生的習慣性就是 給我最簡單的 給我最容易的 而且功德要最大的 就好像一般的人 買東西要最便宜 然後又最好吃 然後又好看 然後營養又最多 但是又最便宜 一樣的道理 但是實際上有這種東西嗎 實際上是沒有的 但是他射受你 讓你先進一步 因為一開始他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知道 那他當然就是一般世俗的心 世間人的心 那世間人的心 那世間人的心通常都是 心存僥倖 貪圖方便 投機取巧 我們講心存僥倖 貪圖方便 越容易 越簡單 但是 越殊勝 做完了功德越大 這個就是什麼 都是貪圖 貪圖那一種方便 然後投機取巧 好多多 做最少要得最多 但是世間人的心理 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學佛 佛地者很多都是這樣 心存僥倖 貪圖方便 然後投機取巧 好高勿遠 又不肯腳踏實地 所以 照佛法來講 照佛法來說 你要消業障 必須要除煩惱 因為業障的根源是煩惱 煩惱不除 業障不消 但是 跟你講 要斷除煩惱 煩惱無盡事業端 你想 我剛剛要調伏我的成天心都很困難 我怎麼樣斷那麼多那麼多的煩惱 那是不可能 今生無忘 所以 所以叫你好好觀察這個煩惱 沒辦法 叫你發音要斷除煩惱 沒辦法 好啦就跟你講 那你不用那麼辛苦 你只要好好念佛 佛就幫你斷煩惱 那 那 那你聽了 那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那麼辛苦 我就好好念佛 我會幫我斷煩惱 那我就專心念佛 當你在專心念佛的時候 你就不起煩惱 那麼 你不起煩惱的時候 那你專心念佛 增加信心 那麼 念佛的時候是正念 信進念 正念 因為你不起煩惱 不雜 不妨想 不雜眼 很專心念 所以他告訴你 你專心念的時候 那麼佛就幫你出煩惱 實際上佛也沒辦法幫你出煩惱 實際上是不可能幫你出煩惱的 但是因為你正在念佛的時候 你那個心 第一個你正念佛的時候 你不起煩惱 你不會念佛的時候起正念心 不會 你念佛的時候也不會起貪愛心 貪愛佛的心 不會 當然你也愛功德 但是那個還過關比較小 所以他射受你告訴你 你念佛的當下 佛幫你出煩惱 佛幫你消夜戰 佛放光加持你 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是你念佛的時候 你心安定 你心正念 你實際上你自己就放光 他是這樣子 但是告訴你 你自己有辦法 你自己專注 就有辦法消除你自己的煩惱 你沒有信心 你沒有信心 所以我就告訴你 你念遇見這個佛 遇見這個法 你是多殊勝多殊勝 多難得多難得 你才可以遇見 現在你好好念佛 不管你有多少業障 多幫你消除 念念八十一節生子重罪 甚至八百億八千一 就告訴你這些啊 那你欠了 你歡不歡喜 歡喜啊 有沒有信心 有啊 那就怎麼樣 你就專心念 你別人要修幾百年 我只要專心念 就可以斷了 但是你在專心念的當下 你的信心親近 那你就會增長那個功德 但是實際上 你這樣業就消了嗎 第一個你不照業 你在念的時候 當然你如果專注一點 你當下不照業 不照業有什麼影響呢 不照業你不跟業相訊 因為重點是相訊 重點重點是相訊 力量的來源主要是相訊 我才想說佛法 佛法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相信 第二個要相應 第二個要相應 第一個信為人路 你要先相信 有些是方便 那主要你相信佛的功德 主要你相信佛的功德 相信佛的功德 相信法的力量 相信 相信之後 這個是信 性為人路 刺為人路 慢慢慢慢 你心定了 安定了 然後念佛 慢慢慢慢 你了解佛法 如果你單單只是念佛 還沒有辦法相應 那你有些人 過去是素式有修行 所以他好好的專心 他就是引發過去式的 過去式的智慧 他很容易就相信 如果沒有 那還不行 他還是要從文師修 那麼生長 產生智慧 但最重要的是心要 心要安定 心要專注 專注 佛說的 自心一處 無事不辦 一樣 所以 定引發會 他就是自心一處 無事不辦 第一個先要專心 那專心其實就是正念相訊 那你怎麼樣可以正念相訊 要先讓你相信 怎麼樣讓你相信 讓你知道這功德很多大 多大多大 然後之後就相應 相應是跟法相應 相信主要是相信三保 佛法身 相信佛的功德 相信法的功德 相信身的功德 菩薩身 生文聖 一樣 就是 比如說捨立佛的 阿難的 觀音菩薩 大致之菩薩 相應主要是跟法相應 漸漸漸漸漸 你就跟法相應 那 但是這個 有兩種 就是說你在念佛的時候 比如說 有些人 他要讀書 他才能產生智慧 因為所有的智慧 智慧 智慧就是 文師修正而已 沒有其他的方法 一定是這樣的 他的次第就是這樣 這個是由 一般來說 這個是有漏慧 這個是無漏慧 然後 這個 一般來講 這個是比如說 菩薩教 正無聲法人 阿為 正無聲法人 那 聲文 比如說 建法 得事不壞建 那 但是 所有的這一些都跟過去有關係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比如說 阿難 阿難在佛旁邊 待那麼久 但是沒有鎮阿老漢 但是 他聽聞精華 他文師修那麼久 但是他都沒有辦法鎮阿老漢 他鎮出國 但鎮出國已經有鎮了 但是還沒有辦法端 那有一些 比如說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 跟阿難一起出家 提伯達多跟阿難是一起出家的 阿難正出國的時候 阿難正出國的時候 提伯達多 什麼國都沒有鎮 甚至 甚至最後 佛要入涅槃 他都沒有鎮國 那 在阿難之前出家的 比如說 舍利伯 木劍員 根佛 他大架設這一些 他都已經鎮阿老漢 那 他也是在佛旁邊 文師修 那 有一些 有一些 聽了 他沒有智慧 就是智慧正在慢慢慢慢累積 有一些 也沒看他在我旁邊 但是他一聽 他就正阿老漢 比如說 舉個例子 那麼 吳比丘 吳比丘 他哪裡有聽 都聽不久 就正阿老漢 那麼 另外 比如說 虛拔陀羅 從來沒見過佛 從來沒聽過佛法 從來沒聽過佛法 也沒有見過佛 但是佛要入涅槃之前 他才聽果書法 以他就正阿老漢 那你說這個是 這個是他 他什麼原因才會這樣 他過去是已經累積了 他的過去是已經累積了 我們說嘛 比如說這個是瓶子 這是一個瓶子 這是一個瓶子 你過去是已經累積 這個是智慧水 那麼假設到這裡是正果 假設到這裡是正果 菩薩是無聲法人 身為是正出國來講 那麼你前一世到這裡 那你這一次只要在 一正面引發 然後稍微思維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虛拔陀羅 就類似像這樣的 他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就插這裡就可以了 那舉現在的例子 比如說廣青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 那廣青老和尚 他也沒讀什麼書 他也好 可能應該也沒有 沒有思維什麼話 他就帶著番薯去山裡面打仗 然後出來就開悟了 那可是你試著 跟廣青老和尚一樣 你帶著番薯 帶著米去山裡面 你看你會不會開悟 不一定很難說 要看你過去生 那那麼多人 虛拔陀羅最後去見佛 為什麼他就可以開悟 那這個是每一個人不一樣 那比如說像氣球也一樣 氣球氣到他有一個臨界點 冰也是一樣結冰 比如說到百分之百的時候 他就會爆掉 那你到你前輩子已經吹到百分之九十 這一次再加一口氣他就爆了 類似像這樣 那這種常見的比如說鎮三果的 鎮三果的 他到無色界裡面 他時間到他就解脫了 稍微失以為一下就解脫了 正出國的再來人間再用力一下 正出國比如說正出國他到這裡 這個是正出國 然後他下來在人間他再用力一下 他不用力還是在出國 但是慢慢慢慢因為他也多少會失違 然後到最後第七次他可能就到百分之九十幾 那麼稍微失違一下就增他的汗 那一樣 所以你這一輩子要慢慢修慢慢修跟法相約 那麼你念佛假設你現在你過去生已經累積到這裡了 那你現在只要好好從性那麼念 一般五根五立 力量的來源就五種 性靜念定慧 那你很專心念的時候由念成定 由定發揮 你看信靜念定慧 重點是這個揮才能與法相應 但是這個揮你沒有定你沒有辦法引發五揮 最早最少也要有味道地定或我們叫做電光定 他實際上稍微的定一下就可以了 那因為他智慧很利 那你要修定要長期要一心相虛 你才有辦法 那你要怎麼樣 要先定個前面一定是先正念 你沒有正念你成不了正念 發生到 你沒有正念你成不了正念 那你要正念要念念相虛 他要念念相虛要專注 沒有謊念 那麼這必須要精進才能達到 就是你這樣隨便念也沒辦法 你要很精進的這樣念 那你要精進的去念 或是你要精進的去修 你必須相信不然你怎麼要精進 就好像你要投資很多錢 很多時間 那必須相信我投資下去會賺很多 如果我不是很相信的話 那麼我就投資一點點先看看 那賺錢也是這樣 那賺錢也是這樣 可是我們投資的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時間 那你要相信你才會完全投入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一行道 比如說念虎這些都是在先由信 然後慢慢讓你 你相信多少你就願意努力多少 你越相信你就越努力 越努力你就容易成就正念 成就正定 那麼假設但是 但是如果你單單只是這樣 外道也有 外道也有 你在那苦行外道也相信受苦可以解脫 他也很精進 幾十年都這樣修 能解脫嗎 不能 不能 很多去山裡面打坐修行的 能解脫嗎 不能 持戒 持戒清靜就可以解脫嗎 不能 修定成就也可以解脫嗎 不能 因為這些就是過外道 一定要跟法相約 那麼這個法是什麼 這個法一定是無我 你可以講無我 可以講遠起可以講中道可以講四弟 他一定要跟這些相約 所以正四弟 見遠起 那麼正中道 正無我 那基本上 你一定要跟這個無我相約 那跟無我相約 他基本上 就前面 不是說你說無我就無我 那通常 從無常 所以四念柱就是這樣 四念處 四念處 觀 觀法無我 前面就是觀心無常 那心是一個重點 讓你的心先有正念 讓你的心先有正念 那麼這個是 就是你要跟法相約的一個前提 那你要正念你必須要精進 你要精進你必須要相信 那你要相信 我就是要想辦法讓你先進來相信 主要是這樣 那你相 你看 那另外有一個例子 比如說周立盤陀且 周立盤陀且 他也沒有什麼智慧啊 他連背一個記憶都背不起來 人家講什麼他都不知道 你要先背起來才可以去思維 比如說 比如說四念處 諸行無常 諸無法無我 不是 這個是慘白 比如說 觀生不盡 觀色 觀生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好 那周立盤陀節 假設 我們舉例 他只能夠背到前面兩個 後面就忘了 背後面兩個 前面就忘了 就好像我們被九九懲罰 九一得九 九二十八 九三二十七 九四三十六 背到 背前面兩個 後面就忘了 那你怎麼要算得不算不會啊 那你要怎麼算數 你沒有辦法啊 所以 所以 你必須要先 因為以前沒有輸的嘛 以前都是靠氣的嘛 以前都是靠氣的 那你 你又 你沒有你怎麼去思維 要依文字剝勒 才能起冠照剝勒啊 那你又沒有文字 文字就是你聽文的 佛法 你沒有你怎麼去思維 那周立盤陀節 就記不起來 可是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佛叫他念 一般我們說少佐其實不是 浮誠除垢 他叫他念浮誠除垢 浮誠除垢 印度是兩個字 浮誠一個字 就像英語一樣 蘋果它是一個字而已 但是我們傳起來就變成兩個字 浮誠除垢 浮誠除垢 他就能夠解脫 你要知道 周立盤陀節已經累積到這裡了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他已經累積到這裡了 他只差一點點而已 他過去是三藏法師 他已經有這些文師修的智慧存在 但是因為 因為他念法 所以他被葬住了 他已經有這個 但是他前面有一個板子站住了 他只要把這個板子拿掉 磨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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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用什麼來磨 就是用他專注正念 所以佛陀不讓他修那麼多 只讓他專注修這個紙 紙就是什麼 他不期望想 他就專心浮誠除垢 然後讓他修福吧 去打掃那個大殿 然後幫比丘托破回來洗澡 他很專心的 那佛教他的嘛 他很專心的去做 他們很真誠的去做 他這個葬就消除掉 消除消掉 他只要稍微思維一下 他就可以達到臨界點了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說中立盤頭戒念浮誠除垢 就可以解脫 你念浮誠除垢試試看 你每天去找大殿看 能不能就解脫 不是啊 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他以前已經累積到了 就好像一般人 看人家拿金融卡去領錢 數字按一按就可以領多少錢 他也拿他的金融卡去領看看 你為什麼你不量那麼錢 你沒有存錢進去啊 對不對 你不是說人家可以領多少 你這可以領多少 不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的在修學 一定要 就是不管你過去一生修學了多少 你現在修絕對不會百費 如果你以前沒有修 你並不能夠像 就是你累積的這樣 人家累積的這樣 我們上次講 釋迦牟利某都在普通就要發願 我如果不成就我就不起做 你發願試試看 你再草一棵樹下 我今天如果不成佛我就不起來了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 沒有啊 都已經累積很多了 那我們現在要累積這些東西 那所以 但是多數的人 多數的人 告訴你 人家釋迦牟利某怎麼修 怎麼修 修了多少結 你要叫他這樣修 他說那我沒辦法 我還是不用修好了 多數的人會這樣 所以他就 至少讓你有得修 所以有一個方便 有一個方便 特別的方便 先增加你的信心再說 先讓你相信 其實你慢慢做也是可以得到的 那漸漸漸漸漸 那你已經走的嘛 你已經走到那裡了 然後你慢慢慢慢會修 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舉個例來講 一個母親 他還有三個孩子 那三個孩子 因為母親有錢 看他們都耗磁染重 每次他前面有一塊地 都是他的母親 在那邊耕田的 然後年紀已經大了 看這三個孩子 也不學習怎麼耕田 連叫他去挖那個地 因為縮成之後要挖地 要鬆土 然後再種那個稻子 他也不願意 他也不知道母親是會死的 所以這個母親後來就很擔心 就跟他 要死之前就告訴他這三個兒子 說我在我們那個地下 埋了 埋了 我賺的錢都換成黃金 埋在那個地底下 那我死了之後 你們去把他挖出來 那這三個小孩 他不是要種田 你叫他種田 那種田要怎麼樣 還要翻土 還要插苗 還要除草 還要灌溉 然後還要等收成 還要收割 那要一年的時間 那有些一年兩期 要半年的時間 他覺得太久了 而且太辛苦了 他不要 但是你告訴他 底下有黃金 他去挖了 挖了很久 挖了一個月兩個月 挖挖挖挖挖 全部都方便了 挖生了 都沒有 都沒有怎麼辦 已經挖了 土已經挖收了 要不然 已經挖那麼久了 他就去插那個羊 就用那個種子去插羊 已經插羊了 怎麼辦 他就要除草 不然怎麼辦 就這樣到年 到稻子長成的時候 就收成 他才明白他母親的用意 那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種盛方便就是 因為初學的人 他 一般人 你要叫他努力 然後一步一步做 他不願意 我們常常講 你改一個習慣 可能要十年 十年喔 那麼久 不要 那 所以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都會特別跟你講 你只要念一遍 或是念幾遍 或是怎樣 就是功德多大多大 先讓你有信心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說 需求簡易迅速 看有沒有最簡單的 最快速的 最容易的 然後功德最大的 通常都是這樣 他說雖然缺乏大丈夫 那麼大丈夫就是菩薩 提婆菩薩有大丈夫論 那 這個提婆是 榮術提婆的提婆 那 一般叫做 他說 的自行 就是 一般我們講 大丈夫不一定是 是男的 是女的 不是 就是那個氣概 有偉大的志願 有那一種 有那一種堅定的氣概 但佛有無量善巧 別說殊勝方便 色惡雀諾的出發心學人 特別 別說就是正說跟別說 就是特別為他說 那麼對這些出發心的人 使他不自退思信心 因為他 一開始 因為他 你開始學否都是這樣 你技巧不夠 你知道的不多 那你沒有弄過 就好像我們學徒也是一樣 不管你學什麼 一開始都是笨手笨腳的 用了很多心 來得到一點點 那好像學開車也是一樣 可能一開始學的時候 又很擔心怕撞到了 又很擔心把車撞壞掉 那就類似這樣 你越擔心 你就越容易 越容易撞到 因為會害怕 那學否也是這樣 一開始學 有時候就是擔心自己能力不夠 我業障重 我煩惱重 我因緣不足 我智慧不夠 那都是這樣 那所以這些出發心的人 那通常都會比較照顧他 人家心力沒那麼強 但是有些人一出發心就很強 我們說這個跟過去生都有關係 所以為了這些人 讓他能夠在大聖 大聖佛法裡面 那麼一直前進行菩薩道 不會退失信心 去路大聖 這個就是異行道法門 那麼一般我們講異行道 如果在中國 那麼主要出處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裡引用的叫做石柱品博沙 我們先往底下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道錯法師的安樂指裡面 把一切法門判教判成聖道門跟禁徒門 聖道門就是南行道 禁徒門就是異行道 我們先來看 他說 這如榮術在石柱品博沙論裡面 石柱品博沙 品博沙是論 品博沙其實就是論的意思 品博沙就是論 然後它這裡是範 範文也翻 中文也翻 那麼石柱 石柱 這個石柱不是 五十二個界位裡面的石柱 不是喔 一般我們講五十二個界位 石信石柱 石請石回向 那個還有石地 那麼等絕妙節 這一些石柱是石信上來石柱 那麼這裡的石柱其實就是石地 就華雲間的石地 那一開始 一開始它基本上就是 只要是講石地 但是它講石柱 這個沒有翻完 假如翻到二地的樣子而已 出地二地 就是出地的菩薩怎樣 二地的菩薩怎樣 那麼他說在石柱品博沙論裡面 這個是解釋華雲經的石地品的 解釋華雲經石地品的著作 叫做石柱品博沙論 雖然喝折了一番 就是前面講的 前面那個三百二十四頁裡面 講的 喝折他 因為他喝折他 喝折在哪裡 就三百二十四頁 佛有聖幻變前面 那個前面那第三堂 如乎所說 是寧孽雀若無有大心 非是丈夫自幹之遠遠 喝折他 但能射受他說 因為他就信心不夠 你要硬他叫他走 他也走不了多久 他就退了 他就退了 所以射受他說 如若必欲文齒方便 假設你真的沒辦法做到 做到什麼呢 就前面講的 你為得阿偉樂之 與其中堅 因不喜生命 奏月盡盡 如袖投籃 我們不要想什麼 我們單單看到這段文字 我們就覺得 我也做不到啊 不喜生命 奏月盡盡 如袖投籃 我們也覺得我們不要說 不喜生命 奏月盡盡 如袖投籃 你單單若一日到若期的 我就覺得很困難了 就是七天我都這樣 不妄想 我就很困難了 就非常不容易了 還要不喜生命 奏月盡盡 哪有辦法 一般人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好 我們就看一下看 他說 所以他這裡講 何者他說 假設你真的想要聽到 那麼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的 解決的是要太困難 有沒有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一點的 那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類似像這樣 他說好 那我現在也可以幫你講 那假設真的 假設是這樣 舉個例來講 你說你從這裡到這裡 你從這裡到這裡 那麼必須要走 必須要經過 比如說三個站 必須要經過三個站 要走300公里 假設我們舉個例 然後你覺得太久了 那可能要走一個月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沒有那麼多體力 那所以有沒有辦法 我從這裡要到這裡 我只走一個禮拜 一個星期 我只走一個星期就好 但是我也可要從這裡到這裡 我經過一站就好 我經過一站 或是不用經過站 我直接就到這裡 有沒有辦法 類似說我走路走那 我坐飛機一下就到了 一個小時就到了 但是你坐飛機 你要有飛機 你照那台飛機要多久 超過三個月 所以要全面累積的 你單單要去 照那個飛機 然後開那個飛機 那個就更久了 但是一般來講 他就會覺得 我沒有辦法 一個星期就到 然後我不用經過其他站 我不用等一等 我已經常常講這個 三百里五百里 那照理講是沒有 照理講是沒有 但是 因為如果你不跟他講一個方法 讓他先往前 那麼他就不走了 他就不走了 那他不走 他就永遠不能到 那麼至少他走到哪裡 他就累積到哪裡的資料 其實是這樣 他只要走到哪裡 他就累積到哪裡的資料 所以 那麼想辦法讓他能走 走多少是多少 其實是這樣 所以 但是這裡是另外的就是說 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說 這裡講的淨土法門 那麼主要是 能夠到佛那裡 主要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跟佛入面 沒有佛有關係 大家習慣都依靠佛 現在佛不在了 頓師所依 做師所護 沒有醫護啦 怎麼辦 心裡會不會害怕 就好像小孩子 沒有的父母會害怕 以後有事情怎麼辦 好 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 堅當說之 佛法有無量門 如世間道有難有義 他舉例子 世間這個道就是道路 世間上的路 有容易的 就是說你從這裡到那裡 有容易的 有困難的 路道不行則苦 走在這個路道 就馬路途的 那麼就要一步一步走 那麼水道沉船則樂 然後在水上你不用走啊 你就坐在船上 然後有人划船 有人划船 以前沒有電動的船 以前還沒有 以前都是要靠人力划 但是有人划船把你送到 你自己都不用出力 現在有那個電動的 那就更不用啦 用電動的直接去 就好像我們做車遠一樣 你坐高鐵 你只要坐上去 時間到你下來就好 那如果用走路的 或是你騎腳踏車的 那就不行喔 那就比較難 好 所以水道沉船則樂 這個苦跟樂是 你要很辛苦才能得到 你不用那麼辛苦 那你就可以到 但是從佛法上 從佛法上說 沒有說 比如說 你要走一天才能走到的 你走一個小時就到 那個沒有這種東西 那麼 比如說 人家要斷煩腦才能解脫 你不用斷煩腦就可以解脫 沒有這種東西 人家要把煩腦斷進才能解脫 你不用把煩腦斷進才能解脫 你不用把煩腦斷進才能解脫 你就能解脫 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這種東西 人家要戒定會才能解脫 你只要戒 只要定 或是只要會 你就可以解脫 沒有 也沒有這種東西 甚至你只要信就可以解脫 沒有 沒有 因為佛法師 你要具足這樣 因緣具足 你才能成就 因緣不具足 你就是不能成就 好 那我們來看 他說 若有勤行精進 就是 比較難 比較苦 要有比較大的精進 那麼差點做到的 就前面講的 路到不行則苦 比較難 要走比較久 比較辛苦 這個苦行是比較辛苦 那並不是外道那種苦行 不是 如果有以性方便 亦嫌極致阿偉悅志 他說 也有以性 就是你只是相信 性為能入 那麼這種特別的方便 容易的 就很快讓你得不退轉 那如果我們實際來分析 它也不是 因為你得阿偉悅志得不退轉的話 阿偉悅志是不退轉 不退轉我們講過了 就是 你不會退轉二乘 不會退轉凡乎 那麼主要是這樣 你要能夠正得不退轉 那你必須要具足到那個資料 那他這裡說 這裡說的就是說 那麼你很快就能夠得到不退轉 他並不是真的就得到不退轉 比如說你往生到進度 假設往生到極樂世界 那麼往生到極樂 很多人都會覺得就直接連在一起 你只要往生你就成果了 沒有 往生還沒有成果 往生就開始學而已 你說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成果了 功德就跟佛一樣 所有就跟佛一樣 沒有 不是 這有一點像什麼 你只要出家就解脫了 沒有 出家是開始修行要解脫 環境比較好嗎 因為沒有雜欄的嘛 你也不用去擔心 你是脫波的嗎 或是你也不用去擔心什麼 事件的這些事雜欄的比較少 那你出家是去試院 是要專心修行得解脫的 並不是你頭髮剃掉出家 你就自在你就解脫了 很多人錯誤的觀念 出家就自在了 沒有 自不自在看你有沒有煩惱 解不解脫 看你有沒有把煩惱斷進 那麼出家 或是你到試院 只是開始要解脫的開始而已 去極樂世界也是這樣 你是開始依著善知識修行 要得阿偉悅志而已 只是說 因為你的壽命長 那麼一直有善知識 一直有善知識在旁邊教你 你不容易退 你沒有二因緣 不容易造二因緣 但並不是你往生你就成就了 你就不退轉了 沒有 並不是 所以 但是你比較容易得到 比較容易得到 那麼如果依淨土法門的裡面的這個 這個 極樂世界 就是西方淨土 阿尼羅我淨土的來看 它主要是因為它無量壽 那你那邊的環境二六十鐘都在念佛念法念神 這個是說它有那種環境 它並不是說你去了你二六十鐘都在念佛 那你早就解脫了 那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看無量壽經裡面講 極樂世界的人起煩惱怎麼辦 到蓮花池裡面 他也會起煩惱的阿 但是就好像舉個例來講 你今天你到佛堂來 你起煩惱怎麼辦 那多數的人不會跟你講 你都會勸你 放下阿 那怎麼樣阿 原諒他阿 你怎樣怎樣 多數阿 那事先人就不是阿 那你在佛堂裡面 那麼有師父 有善之士 有同餐道友 那麼大家都同行同業 你即使有煩惱很容易消除 大家會告訴你 那佛告訴我們什麼阿 觀音菩薩告訴我們什麼 你在困難悲哀的時候 要告訴你 那你可以念觀音菩薩阿 你的心就可以暗電 那一種煩惱 那一種悲哀就會比較減少 只是這樣 報其樂世界也是這樣 他也是要修的 他也不是說 所以你看 除非你上品上身的 你去了沒有多久 就花開見風 物無聲 那個就是不退轉了 那你其他的人去 還要修很久 還要修很久 他才有真正得到不退轉 但是只是說根據阿彌陀經 或根據無量壽經裡面的 你去到那邊因為壽命很長 那善之士很多 你的因緣比較好 那麼並不是你去了 就是無聲法 你去了就成佛了 你去了不用修行 你就成就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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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講有點像說 你去了試驗 那麼你就解剖了 你就沒有煩惱了 不可能 你把這個出現的衣服穿上去 你就自在了 沒有 你把頭髮剃掉煩惱就斷了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這裡講 以性方便易行極致阿彌陀治 他這個極致阿彌陀治 並不是真的你得了不對轉 不是 只是你去到那個環境 你不容易起煩惱 只是這樣而已 易行道是以信願而入佛法的意料 那麼這個前面有說到 我們說大聖有三種 那麼生文小聖兩種 就是兩類的人 就性行人跟法行人 大聖主要有 信願入佛法的 慈悲入佛法的 智慧入佛法的 那麼都不太一樣 好 易行道真正的意義是 那麼現在來講易行道 就是講實柱 《彼伯薩論》裡面說的易行道 那我們上次有說過 易行道的概念 如果在大聖佛法裡面 大聖是易行道 解脫道是易行道 比較容易 就是解脫道是易行道 正阿羅漢 正出口這個比較容易 那麼成佛 菩薩道這個是難行道 要無量阿真情節 菩薩道 那麼如果一佛派來講 成佛要三大阿真其節 這個是難行道 即使是佛派的 成佛要三大阿真其節 三大阿真其是很長的時間 不要講三大阿真其 無阿真其是無量解的意思 阿真其 這是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菩薩道成佛三大 這個是佛派有佛說的 那麼解脫道的話正阿羅漢快的快的三生而已 一生播種 種熟透 一生播種 一生成熟 你也沒有辦法說 我又沒有辦法一生就解脫了 我們常常講說念佛一生成佛 沒有沒有這種事 沒有一生成佛這種事 那麼種熟透 那一般我們世間人說放下獨到就立地成佛 沒有 不可能有這種事 那麼只是說他已經種下成佛的因 在你放下獨到的那一刻 你已經有那個因從果說 從因說果 說你立地成佛 只是這樣而已 因為你一成佛是從你開始放下獨到那一刻 開始 你要向佛學習 發佛學心開始的 那麼種熟透三生 所以 從解脫道跟菩薩道來講 解脫道是異行道 菩薩道是南行道 那麼這裡講的異行道 是石柱裡面的異行道 它是往生淨土的 念佛往生淨土的 往生淨土是異行道 那麼 往生淨土只要是因為有現在佛 比如說阿彌陀佛就是現在佛 要師佛也是現在佛 就是有佛 有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往生淨土是異行道 那麼解脫道 就南行道 那現在主要是大聖佛法 你菩薩道變成 你在人間行菩薩道變成世 變成是南行道 那石柱裡面 往生淨土就變成是異行道 就變成異行道 那概念不太一樣 他說那異行道裡面講 異行道不但是念一佛 而是念十方佛 他說叫你念十方佛 那當然 那麼你也太多了 其實我們的心也不容易射受 所以就以一佛 其實他念一佛是等於十方佛 因為佛佛到頭 以及阿彌陀佛 他是講念十方佛 及阿彌陀佛等 及諸大菩薩稱名一起念 那念什麼佛呢 那念什麼佛呢 都可以 那取阿彌陀佛為利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即諸大菩薩稱名一起念 一德不退轉 就是你開始有信心 那有信心就有力量 有力量就會努力往前 努力往前你就漸漸漸漸 有功德 就會產生作用 其實是這樣 第二個異行道除稱佛菩薩名之外 因為我們的異行道越來越簡易 簡易到你只要念佛就好 不是 念阿彌陀佛就好 不是 那麼他這裡講 因意念禮拜以祭稱讚 所以他第三個異行道 不單是稱名禮拜而已 無論說 這個求阿彌月至帝 要得不退轉的 非但異念稱名禮姓而已 以赴英語諸佛所 懺悔勸請隨喜违向 所以異行道就是修七支 七支就是前面的異念稱名 異念稱名 稱名就是我們說的念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要是流離光佛 你的這個叫稱名 意念是心裡面 要去意念他 就心裡面要想到阿彌陀佛 這個比如說在光榮江壽經裡面 下扁下身的人 那麼他因為造了很多惡業 五十二嘛 那麼要下第一了 已經要下第一了 第一項前 就是要下第一的那個像 現前 那他很害怕 他過去是有修善根 遇到有人跟他講 你現在趕快念佛 意念 念是意念 意念這個佛 他沒有辦法念 那你既然沒辦法念 就是他的心很亂 他很害怕 已經要被抓去了 他非常害怕 沒辦法念 那你想辦法出聲念 十聲 念 南國阿彌陀佛 念十聲 他的心沒辦法念 但是即使他很散亂的 心沒辦法專業的意念 你出口念 勉強出口念 念十聲 念念 滅八十一節生 十重罪 他的意思並不是 你念一聲 就可以滅八十一節 不是喔 不是說 那後面的人 不曉得 就舉這個例子 認為你念一聲佛 就可以滅八十一節生 十重罪 不是這樣說的 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下品下身的 下品終身的 念一聲佛 念五十一節生的重罪 那下 煩惱比較重 念佛功德反而比較差 是這樣嗎 沒有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那下品下身的 五逆十二了 他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不趕快改悔修善 那麼 你一旦墮地獄 那 其實八十 或是八 基本上是形容很多的意思 你一旦墮地獄 從地獄 地獄 地獄就無量解了 那麼從地獄再上來 還不能做人 還要經過畜生道 還要經過軌道 然後再來做人 那個已經很多生死 生死 那麼地獄是剎那生 剎那死 你受苦死掉 風一吹又摸過來 然後又受苦又死掉 那個就是生死重罪 那是多少次啊 那是非常慘的 那因為你現在 懺悔 你不用落地獄 你就免了很多的生死重罪 那煩惱沒那麼重的 就免得更少 就好像你本來要殺人 你把人殺死 你要關三十年 假設 現在你要殺人之前 趕快 心裡面取暢為心 你只是把人沒有殺死 你只是把人殺三而已 你不用關 或是你只要賠錢就好 或是你只要關三年就好 那就差很多了 那麼現在你要下地獄之前 你好好唱 那你沒辦法 因為你願意念佛 念阿彌陀佛 就好像提伯達多一樣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五逆罪 造了三個 那最後還斷散跟不相信佛法 他出佛申選 破合合生 還有殺阿羅漢 那麼殺死了這個 蓮花色比丘寧 只有沒有殺父殺母而已 殺父殺母 那麼破合合生 出佛生誰 他還殺阿羅漢 那麼這個 他第一項也現前 阿難叫他唱會 因為沒有人講得夠過他 因為他跟阿難感情還是怎樣 阿難一直勸他 叫他跟佛唱會 他才要開始念 這個是一般的傳說 他要念他心裡面 因為地獄向前 所以他 就是地獄的這種景象已經現前 他要墮地獄 他開始有一點害怕 就要唱會了 他要念南魔佛 一到南魔 這是有一些經濟案講的 一到南魔 他就墮地獄 但是因為他有唱會 他心有這個唱會心 所以他墮地獄 罪也比較輕 罪比較輕 他比較容易出來 他還是要墮地獄 那關不掉錯心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講不要嘛 盛方便嘛 那麼至少讓你有懺悔心嘛 那你說 你說那你已經造了 那你一直後悔 那一直害怕 那倒不如你懺悔你有信心 你 因為你現在就是於事無補 但是你至少給未來做好的因緣 就是說他不能免於你不墮地獄 但是至少從地獄出來之後 你之前有發過這個善心 他還是有一個善爪心 所以他為了幫助這樣的人 比如說關如揚受精 他也是盛方便告訴你 好啦不管 你就算是 你之前都沒有聽過佛法 那已經造了很多惡業 這個已經是事實了 那現在怎麼辦 而且你已經沒有時間了 你不是下來的人家還有時間 你已經沒有時間了 就躺在那裡準備要死了 那你想到你過去這一生 造了這麼多惡業 那麼一夜暴禮運來講 你肯定要下地獄 怎麼辦 現在好好懺悔 即使沒有多久 你就要死了 他還是有用的 但是後來的人不知道就把它說成 就算五逆十二 靈命中念佛食生 念念就變八十一寫生成歲 不是這樣 並不是這樣子 那而且你就可以往生極了世界 那麼你沒有造那麼多惡業的 你要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亂 你照五厘十二的不用 你命中十年就往生了 而往生就跟那一些 跟那一些落一日到落七日往生的一样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后面的人就算你五厘十二 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是阿伟悦志 就是不对等 我告诉你 下禀下生去的不是极乐世界 不可能 为什么 你看关如耀寿已经讲过 他虽然也说往生禁土 但是去到那边在连法里面 我们说过吗 十二大节 也不见果 不文法 不文生 十二大节从连法出来才叫他发佛提 观音菩萨他还没见过阿弥陀佛 那你去到极乐世界没见过阿弥陀佛 也没有曾听过佛法 你去的是极乐世界没见过阿弥陀佛 不可能啊 所以后面的人不知道 就一味的强调 就算下禀下生去到极乐世界也是不退转 没有多久就成果了 一生成果了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的 你把经文好好看一下你就知道 这个是盛方便 为了射受那些已经造恶的人 特别再开一个方便 我们在往底下看 这里讲到的七支 其实就是普贤十大院里面少三个而已 我们来看 那么他这里是意念称名礼敬 忏悔劝请随喜回上 总共七个 那普贤十大院 一个礼敬诸佛 第二个是称赞如来 称赞如来就是以忌称赞 那广修贡养 这里没有讲到贡养 忏悔业障 勤转法轮 劝请 就是第六个 第五个劝请 就是勤转法轮 然后第六个随喜 就是普贤十大院里面的随喜功德 第五个随喜功德 那回向 就是普贤回向 所以他就是十大院里面 没有横顺众生 这十大院就是这七支 再加上横顺众生 广修供养 藏随佛玄 加上这三个了 那就变成普贤十大院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这些其实 这一些其实都是方便 所以就是简单嘛 你看都简单一行啊 比如说礼拜 礼佛 那么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你称赞如来 阿弥陀佛伤尽色 向好光明无等文 天上天下无如佛 释放世界一如 就这样现在 那 忏悔夜战 这个都比较 算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普贤十大院殊胜 并不是这一些 这一些是从容易的开始做 做到不容易 比如说你念佛 很容易啊 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一心不乱是容易的 你只要念一句 这一句不乱是很容易的 阿弥陀佛 我可以不打妄想 念十句你都不打妄想 跟念一句不打妄想 你只念一句这一句里面没有妄想 就一心嘛 一心有两个意思 就是我就是以念心 我就是以念心没有妄想 专注可以 那如果念念都专注 一天里面念佛都是一心 那就不容易了 如果七天都没有妄想 那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普贤十大院里面 这一些其实都是容易的 从容易的开始进入 但是到最后成就的是什么 普贤之所以是等觉菩萨 他可以成佛 他是因为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专注 身口异悦无有疲悦 这个就不容易了 每一念 如果你只是一念 我们说过嘛 你就念诸拿起来 108个 第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不打妄想 这很容易嘛 这谁都得到 你念一圈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108个念完 你都不打妄想 我告诉你 这个就要功夫了 那你念一圈 你都不打妄想 那就陈对你 那个就是功夫中的 有很上圣的功夫 就算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这个佛号都不断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佛号都不断 我告诉你 那个就功夫了 所以 但是这一些都是从一念开始的 从一念不乱 到十念不乱 到一心 就是一日不乱 阿韩经里面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是念佛 他是这样 他是修士念处 若比丘比丘女 他是这样讲 比如中阿韩的念处经 那大圣当然就以念佛为主 就是阿韩经里面 主要不是念佛 只要是念法 这个法就是四念处 中阿韩经 念处经 他说假设比丘比丘女 或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么你 你立心正处于四念处 就是你一样 你就是修 就好像我们念佛一样 但是他是修四念处 四念处四念处都一样 观身 观色 观心 观法 观身 观受 观心 观法 主要是无我 观法无我 就成就 前面 身受心 那身不一定 身主要有三种 不禁 观身不禁 然后属习观 观呼吸 然后行注微移 就是观 行注坐窝 其实他就是射心的 那这个只要是对峙的 这个只要是对峙的 那这个是对峙散乱的 那男传的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观呼吸 出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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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没有办法直接 观到呼吸 你就数息 先观 先算一数到七 或一数到尺 例如像这样 那行注坐窝 我走路 感觉就这样 我走路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专注 基本上这个是观身的内容 那么一般从观身 一般说观身不禁 其实他不是 不一定是不禁 他都是观身的内容 然后慢慢观受 嗜苦 他关心无产 所以要从这里 好 他说 假设你立心证注于 修四年注 七年 你一定会得二果或三果 或出果 不要说七年 一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如果我告诉你 你要七年修 四年注 你会觉得 那会不会太强了 太懒了 好 那不是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两年 一年 一个月 一个礼拜 你一定会 就是说 也不是说一定 你很容易就能够正 正恶果 正三果 乃至一正 或是正出果 好 那么 那也不要讲 也不要讲七年 到一年 或是一个 一星期七天 七年到七天 这个中间是差很多的 但是你能够七天 你就能够 你就有可能可以七年了 好 那么也不要讲这样 他最后也是有色官编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若比丘比丘你 或是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 基本上出交人才会修这个 那 在家一般都是世界升天之法 但是也有 也有 也有正出国俄国三国很多的 他说 若比丘比丘你 立心正注与四念处 立心正注与四念处 就修四念处了 立心正注与四念处 少少虚与寝 虚与寝 少少虚与寝 就是 时间不长啊 少少虚与寝 立心正注与四念处 比朝行如是 目必得身心 目行如是 讲到七天都很多 一天都很多 现在不用 你晚上只要努力 你到了隔天 你就一定会进步 你白天早上努力 你到晚上 到傍晚你就一定会 就是半天就好 一样啊 比目行如是 朝必得身近 你一定会有所成就 但是没有办法跟你讲 也会成就出国俄国三国 没有 那这个才是实在说的 但是你因为你 你用了 比如说你用了半天来修行 那么 你不可能说 人家用七年到 但是有的七年成就 有的七天成就 像正大老汉人一样 舍利佛 舍利佛十五天 穆建廉七天 这个大家设 好像也是 不用几天就成就 那有的很快 这个 胡比丘也是很快 这个 胡比丘里面还有分前后的 那 所以 你还要看你过去生累积的 所以佛陀 要度众生都会观 这个人 得度的意愿 成熟了 就是他 因为他过去已经累积到 差不多差不多了 这一下子只要一敲 就有了 就好像累积 底下有很多水 你挖 他水才会喷出来 你底下没有累积那么多水 你挖再生也没有水出来 那么水很多 他稍微挖一下水就喷出来 喷多高 要看那个水有多大 水有多大 所以 比朝行如是 目必得身心 目行如是 朝必得身心 所以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有成就 你只要努力就好 他从七年 变到少少虚移情 那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告诉你 你只要努力 即使是一点点努力 都比你没有努力好 但是你重点是 就是让他相续 我们刚才讲 相信相遇 你要让他相续 念念相续 因为相续才会成熟 相续才会成熟 相续才会成熟 一样 就好像火一样 你一直火相续 饭才会熟 你火不相续 饭煮到半生不熟 就不能吃了 一样 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这里说到 七支或是十大院 这个都比较简单 简单 比如说你拜佛 你拜佛 像我们习惯拜千佛 拜万佛 我以前 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 很常拜八十八佛 因为那个时候 八十八佛大餐位 我那个时候 有一天拜两三次 因为我那个时候 也觉得我业障重 我们家庭很穷 然后我们有很多障碍 然后就觉得业障重 那业障重 那业障重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 那个时候我才十 二十几岁 刚当兵 回来没多久 那就觉得业障很重 所以就觉得要忏悔 忏悔 听说拜八十八佛大忏悔 就忏悔比较快 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 就是很经常拜大忏悔 那就是一句一伴 那后面有八十八佛 再加上法界上升阿弥陀佛 八十九佛就这样拜 然后就是 这个是忏悔 然后也念佛 他把很多东西都念佛 然后称赞 然后意念你拜 然后随喜回向劝情 全部集中在大忏悔里面 你们如果拜光大忏悔 你就知道 他全部集中在里面 但是你说这样就好了吗 其实也不是 真正的比如说你拜 不管你是拜 如果是佛 比如说千佛万佛 我们过年有些拜三千佛 拜万佛 那么你会发现到一个 你念这尊佛 你拜这尊佛 你就是跟这尊佛学习 那这尊佛有什么功德 你就修什么功德 他怎么修你就怎么修 那你看他是 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不知道这尊佛 到底是修什么 不知道 除了少数 比如说药师坚 他有讲药师佛是怎么修行的 这个阿弥陀坚 或是无量寿坚 讲阿弥陀佛是怎么修行 阿处佛佛坚 讲阿处佛是怎么修行 但是大部分我们在看三千佛万佛 八十佛万佛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修行 但是他的名字 从他的名字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比如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牙科 就知道他是看牙齿的 这个是什么什么医师 就知道他是看病的 这个是药师 这个是什么 有些像这样 那么你会发现到所有佛 你念这个佛 你拜这个佛 你要学习这个佛 你那个佛都有那个名字 那个名字 是搜射他的修行 比如说 沾潭香佛 虚离山佛 他有一些是形容的 那大部分不离开 大部分不离开 比如说离构佛 就是他离一切构 那么除战佛 除一切战 他念一切罪 就像这样 就是不离开三件事 诸恶莫作 重上奉行 这这些 但有些是用他来形容 佛是用 比如说用 比如说 这个功德虚弥山佛 虚弥山功德佛 或是无量菊光佛 就光明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就是智慧 所以有些是禁戒 一禁戒 有些是一定 有些是一戒 有些是讲除烦恼 他其实是这样 那你拜到这尊佛的时候 比如说你拜到离构佛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要离构 什么是构 就是习气 烦恼 那么你 你这个是真正的在拜佛 而不是说 因为你拜哪一尊佛 就好像你跟画家学 那么你就要学画画 你跟音乐家学 你就是学音乐 你跟木工学 木匠学 你就是学木工 你跟水泥匠学 就是学水泥医一样 你跟这尊佛学 你就是学那尊佛的特产 那每一尊佛都有录道的那种 特别像菩萨也是一样 你跟观音菩萨学 你就是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学他的千处祈求千处音 就是哪里需要你 你就去哪里 谁需要你帮忙 你就帮忙学 你跟地藏菩萨学 你就是学他的大愿 大愿的意思是 谁最辛苦 谁被所有的人放弃 你都不放弃他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你跟普贤菩萨学 就是普贤菩萨 他其实就是大愿 我们叫做大愿 他发大愿 行大愿 大愿就是他做了很多事 比如说这个十大愿 这个十大愿 你进诸佛 称赞如来 他所有的功德他都修 而且都修到圆满 修到最究竟 你跟文殊菩萨学 你就是要学文菩萨的智慧 他很会思维 而且他很会对佛法有很深刻的理解 你跟弥勒菩萨学 你就是学弥勒菩萨的智慧 就是常常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其实这个就是 你念这些佛菩萨的名称 那你跟阿弥陀佛学呢 你就是要学阿弥陀佛的那一种 要利益众生 要庄严净土的心 而不是我要去到阿弥陀佛的国土 享受阿弥陀佛创造这个环境 不是 你要跟阿弥陀佛学 阿弥陀佛用了很多节修行 创造这个环境来帮助人家修行 所以你也要学习阿弥陀佛 在这个世间尽量庄严国土 来成就众生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念佛 念菩萨的真正的作用 那么你念释迦牟尼佛呢 释迦牟尼佛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是在娑婆世界修行的 娑婆世界所有的佛 都是慈悲跟智慧圆满 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特点 在精进跟忍入 在精进跟忍入 那么你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不努力你就容易往后退 你要精进才能什么 所以那么你因为这里叫做贪忍的世界 障碍多苦比较多 那么你会生到这个世界来 跟你的业也有关系 跟你的愿有关系 那你就必须要 你就必须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精进 跟忍入 那么你才容易成就 那么除了这一些 这个是特点 但不是只有这个 戒定慧 慈悲 六度都是血 但是这两个要特别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世界 你要成就所必须的 就好像你在寒淡 冬天的衣服 这个就是要必备 你在那个小岛上面 船就是必备 你在一般的这个平原草原上面 那个马就是要必备的 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 你就在娑婆世界 你现在不是天人 你就是人 所以你必须要学习 在这个世界要怎么休闲 得成就 释迦牟尼佛跟你在同一个世界 跟你同样是人 他成就给你看 你必须要这样修 那么你就跟他学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那 举出一个就是说 念佛不单单是念阿弥陀佛 那念阿弥陀佛也是念佛 但不只是阿弥陀佛 它是十方佛的概念 阿弥陀佛 因为你不可能多念 念那么多 比如说你念八十八佛全部念 那你也学不了那么多 但是你念的时候 然后你就说这个是要离构 这个是要无尘 这个是要离尘 这个是要光明像虚明山 这个要智慧无大海 完全就像这样 那么你就是 你就是要心里面记者 你要主要 都要学 但主要跟谁学 所以他这里讲 所以他这里讲 第四个欲行到为 心性雀末的初学说 刚开始初学都是这样 重在社负信心 你没有信心 后面就不用讲了 你连入门你都不要 一入了门很快就退出去了 我走不了 我没办法 还是算了算了 龙树论如此说 马明论也说 众生初学是法 欲求正信 其心却若 当之如来有盛方便 色乎信心 讲的是一样的 那这里讲的马明这样说 他赢的是大圣起心 我这顺便说 这是一般说是马明造的 真谛翻译的 真谛是南北朝时代 真谛也是很坎坷的一个人 对佛法的贡献也是蛮大的 他比较属于真常核心性 他是原武帝请过来的 但是来的时候 他刚才战乱 也没有办法真正发挥 但是大圣起虚论 到底大圣起虚论的问题 算是蛮多的 就是他非常有争议的一本书 就是说 他基本上分作几种 一个就是 近代者的人都认为他是 中国人做的 认为他是中国人做的 那么有一些人认为 他就是印度人做的 那印度人是谁做的呢 基本上不是马鸣做的 导师这里虽然就是马鸣 这是随顺一般的说法 因为一般就是马鸣做的 通常应该导师在 导师也有大圣起虚论奖记 导师重视 一个重视大自治论 一个重视大圣起虚论 我记得他 他跟他的徒弟活光法师说 他让他学大圣 大自都论 他跟我的师父就是 真华 上了我们真华法师 就是我的师父 他说 让他 好好学习大圣起虚论 他觉得大圣起虚论 我们如果跟老师有一本 大圣起虚论奖记 他很早的时候就讲了 很早的时候就讲了 好像民国37年 在香港就开始讲大圣起虚论 他里面有说到 大圣起虚论 照理说不是马鸣做的 导师认为是中国人做的 但是跟湖南大圣有关 依湖南大圣 如果旅程 旅程也是研究印度佛教 还蛮有名的 他认为大圣起虚论 是中国人依外裔的人且心做的 但是实际上 也有很多日本人研究 如果依照他 因为大圣起虚论 他是 如果是中国人做的 就好像外国人学中文 他有那种口音你知道吗 跟你中国人或是台湾人讲中文 他那种外国人讲台湾话 跟台湾人讲台湾话 那种有些东西很难学的 你翻译过来的那种语气语调 跟你自己 中国人自己写的语调不太一样 那大圣起虚论比较像 比较像 从他翻译的那种 翻译的那种 就是他说话的那种风格 比较像是翻译的 比较像 不过导师 他这里虽然说是马铃座的 但实际上 实际上 他在大圣起虚论讲迹里面讲的 基本上 他不可能是马铃座的 他认为是中国人做的 不过现在的研究 就是说 现在很难讲 他到底是 肯定 也不能肯定 但是大多数 大多数不是马铃座的 两种 一种都是印度人做的 一种是中国人做的 那导师是说是中国人做的 那是跟湖南大圣有关 湖南是什么 湖南就是现在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第一个王朝 最初的柬埔寨就是叫做湖南 那湖南一开始是有大圣的 他们一开始 柬埔寨就是现在像胡歌呼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他们是大圣是 也是有的 有佛教是很兴盛的 一开始他们也不是就是信佛教 但是比较偏向印度教 那他是真谛 真谛从 可能就是从真谛翻译 从那边带过来 可能 但是就是 我们一导师 因为他现在这里讲 是马铃座的 那实际上 他在大圣任起习那边讲 地里面讲 他不是马铃座的 是中国人做的 不过有一些研究就是 整个大圣任起习 比较像是翻译的作品 那翻译的就不是中国人做的 但是很难讲 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那因为这里讲到 马铃座的 指的就是大圣情信论 好 就顺带说了 那么第五 就是大圣情信论 就是大圣情信论 他如来有色方便 色护信心 他后面就是 讲未专念 未专意念佛运远 随愿得身 就是大圣情信 就是大圣情信 就是从这个我们讲 第四异行道 他引用大圣情信论 后面色护信心后面 他的文 那导师就把它写到第五个 里面 后面就是大圣情信论 那后面是说 未专念 什么 什么叫做圣方便 就是他的圣方便 未专 就是当之无来有圣方便 什么是佛的圣方便 你写一下 大圣情信论 讲的圣方便 还是说 还是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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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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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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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受釋迦牟尼古文影響的 他就比較會到處去弘揚佛法 利益眾生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外宣生文向念律佛藏性 所以他這裡講 以信念修念佛等形 而往生進 到了淨土 見次修行 不是去淨土就成佛了 不是是淨土就成就了 沒有 去淨土開始修行 就好像你不是去寺院出家你就解脫了 沒有 去寺院出家開始修行 怎麼得解脫 一樣的道理 只是寺院的環境比較單純 比較專注 可以說二六十中路在念佛 念法 念生 當然你也不是 就是說你隨時都可以有讓你念佛 念法 念生的永遠 你看你今天在試驗裡面啊 你看的都是佛像啊 你吃飯也用念佛啊 你早晚課也用念佛啊 你進行的時候 你看的都是出家人啊 來的你就是誦經啊 就這些啊 不離開這些啊 但是你也可以起煩惱啊 你也合道理啊 你也可以起煩惱啊 你也可以不修行啊 所以你見次修學 然後才決定不退轉禮不上禮 所以並不是一開始就不退轉 沒有啊 不是說你往生進土你就不退轉 不是 但是你去那邊容易得不退轉 其實是這樣 這如一般所說 不退轉就是不退轉以佛道 一般所說 莫著以義行道為方便堅定信心 轉入南行道 先有信心之後 就轉入南行道 行菩薩道 這個即使在無量壽經裡面 或是在波羅經裡面 你往生到進土之後 為什麼有佛那麼重要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就好 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要入面之前 那很多佛弟子都哭得嘻嘻花啦 這個講到 大家都心神不靈了 而且都哭到 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 那麼依這個 依這個大過令環經講 阿難跟四戶中 都怎麼樣 他說 悲好烏夜 悶絕辟地 就是哭到很傷心 而且哭到快昏倒過去 那 依常阿難經講 朱比丘返轉毫逃 不能置身 哭到不能置你 克制不住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就是 他們擔心害怕 即使像阿難這一種 他已經正出火了 他也會擔心 佛在的時候可以告訴我 我哪裏做錯 哪裏不好 我不知道怎麼削弱的時候 我會指定我 現在佛不站了 那以後我怎麼辦 即使像阿難這種正出火的 都會害怕 都會擔心 那那一些沒有正果的呢 那就更擔心啦 只有一種人 不會傷心 不會留戀 不會害怕 阿羅漢 出國 二國 三國的 都會了 你看 沒有佛 沒有佛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人天點滅 然後他說 從今裡去 誰為導者 佛入面了之後 以後誰來指引我 那怎麼辦 所以 通常會有這樣的擔心 所以 後來才會 就是說 那你現在發育去有佛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到下一周活 還要多久 還要很久 有些都還要幾億年 或是還要很久很久 那這麼久的時間都沒有佛 為什麼怎麼辦 那你就現在發育去有佛的地方 所以他這裡講 異行道為方便 堅定信心 轉入南行道 那到極樂世界 因為他那邊是發古迪心的 發古迪心的 他通常 你說那邊是無量收 但是也不一定一直待在極樂世界 通常 通常 你去那邊堅定信心之後 那麼學習到佛法之後 你就離開極樂世界 到他方國土 有佛國土 或無佛國土 去莊運國土 成熟成熟 去把不親近的國土 變成親近 去把沒有善根的 讓他種善根 善根沒有成熟的 讓他成熟 善根已經成熟的 讓他得度 所以你看 即使是無量壽經 他講到 去到極樂世界是無量壽 但是 他有講 48 月裡面有儲起本願 本願的時候 他發願要到 他不是一起待在那邊成熟 沒有 你去那邊極樂世界 你要渡誰 當然有些新進來的 你就叫他 但是你還是要行菩薩道 因為你要行菩薩道 你才能成熟 你不行菩薩道 你是不能成熟 你可以解脫 但你不能成熟 那你要在哪裡才能行菩薩道 眾生多的地方 當然極樂世界也有眾生 也有凡夫眾生 你也可以在那裡教極樂世界 剛往生的 那一些下輩的 中輩的 還沒政府生發的 你一樣可以再讓他們成熟 但是那些眾生 即使 他們比較容易教 他們都同行同樂 你累積的資養沒那麼多 那你到沒有活法的地方 或到其他比較艱難的地方 你就累積的比較多 渡的比較多 其實是這樣 所以很多也都會 去到那邊 休息到成就 那麼你就去外面 渡眾生 就有點像 你去讀醫學院 讀完了 你有兩條路 一條就是留在醫學院裡面 教新進來的醫學院的學生 做教授嘛 但多數的人 少數的留下來做教授 多數的人 去外面開約 制定 到都市 到鄉下 到沒有醫生的地方 去制定 那麼你越到 越到 就是你到越鄉下 或是到越多人的地方 你的醫術就越來越精進 你累積的資料就越多 那你在醫學院裡面 你還是有 但是那種臨傳經驗就比較少 一樣的道理 但是他一樣的兩條路 到極樂世界 但多數就好像你讀醫學院的人 少數留在醫學院 多數都是去 開業當醫生 像我們讀佛學院也一樣 佛學院讀完了出來 少數留在佛學院教授 多數都是去外面 弘揚或瓦力重生 你的事情一樣是這樣 那你讀佛學院也是一樣的 你去極樂世界 增長你度眾生的能力 增長你度眾生的慈悲 那你有了這些 就是要度眾生啊 你沒有度眾生 你就成不了佛 你可以解脫 但是你成不了佛 所以 到極樂世界也不是就在極樂世界成佛 多數沒有 為什麼 極樂世界下一軍佛 一般說啦 說是觀世音菩薩 在下一軍佛 你的大師就是菩薩 那麼你在極樂世界 不是在極樂世界成佛 你在極樂世界休閒 然後在他方國土 有佛國土或無佛國土 行菩薩道成佛 那通常是正無聲法忍之後 你就出去 所以你才會怎麼樣 就是你學成的嘛 那麼你已經有一定的程度 就像醫學業 你畢業之後 你才可以開業啊 你如果閉不了業 沒有畢業 你也沒有證書 你開不了業啊 你出去也不能掛牌做醫生啊 那你到極樂世界去 你正無聲法忍 你通常 通常你就會離開極樂世界 到他方國土 行菩薩道 利益眾生 當然有少數人在那邊 在跟著佛 也有的好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如說 菩薩以唱為勸廷 隨喜 回向復利 福利轉真 心調羅蘭 就是心調補 然後柔軟 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先調補煩惱 令心柔軟 這個是最重要 因為你煩惱刺身 那麼你不容易修行 它有障礙 所以令心調補 就是調補煩惱 令心柔軟 柔軟 它容易受緩 如果不柔軟 不柔軟就叫什麼 剛強 剛強叫做難調難伏 柔軟就是一條一條 所以先令心柔軟 然後你到極樂世界 你看到的都是善心的人 就好像你在家裡面 也許跟人家吵架 但是你到寺院來 沒有人跟你吵架 就算有也不當 你自然而然看到佛 你那一種稱恨心 你只有委屈的心 你比較少會有那種稱恨心 比較那種剛強的心 比較少 那麼如果你在這裡的人 都是很慈悲的人 你也稱認不起來 你周遭的人都是很大方的人 你自私不起來 這樣 你要自私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周遭的人講話都很小聲 你大聲不起來 你大聲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剛開始還會 但是久而久大家都知道 你就不敢講話很大聲 不管講話很粗魯 大家都講誠實語 你就不敢講話 大家都講柔軟語 你就不敢講惡口 這裡的人從來講話都是 親生性、柔軟 都是安慰人的 不會刺傷人的 那麼你一開始 也許帶著你的習慣 但是慢慢你就會受影響 真的 那麼一樣 你到極樂世界去 那些膳色色多 就好像你在家裡面 也許會講膳色經 也許會講粗話 你到試驗裡 自然不會講 就算想講 你也會忍住 就算講也不會講那麼粗 一樣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 你到極樂世界去 那個環境它是這樣子的 就好像你在家裡面 或是你那個都市是隨地丟垃圾的 你到這裡沒有看見一個垃圾 你都不敢丟 你都不敢丟垃圾 一樣的道理 好 所以那個環境 因為多數的人都是念佛 都是同行同願去的人 所以他成就比較快 於諸佛無量功德 清盡定義 凡夫所不信 而能信奏 尤其你能夠見到佛 那麼 見到佛確實是比較殊勝 但不代表你見佛 你就一定能怎麼樣 釋迦牟尼佛實在 跟佛出家的很多也都惡惡道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成就 不是只有提伯達多 都惡地義而已 提伯達多的弟子也都有惡地義 還有好幾個都惡惡道的 不是 不是跟佛出家就不惡惡道 不是見佛就不惡惡不退轉 沒有 你看佛弟子裡面 在家出家都有 也有很多惡惡道的 也有很多退轉的 也有退轉的 不學佛不信佛的 也有 並不是沒有 但是 普通來說 你有見佛比較殊勝 就是他比較有成就的機會 那麼就好像有佛的實在 成就的就很多 正阿拉很多 佛入面之後 正阿拉的環節就變少了 沒有啦 不是沒有 比較少 還是有 現在還是有正阿拉的環節 現在 即使在現在還是有正阿拉的 但是就比較少 跟佛實在 因為 佛 佛告訴你這樣修 你決定這樣修就是對了 那現在 我們的師父 我們的這些主師大德 告訴我們這樣修 還不一定 這樣修就是對的 還不一定 而且 即使你修不會了 佛有很大的善巧還會告訴你 你還要怎麼修怎麼修 那一般的人沒有像 就算他有自己的修閒 你自己可以斷煩擾 你不一定可以教別人怎麼斷煩擾 就好像很多道理你懂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把你懂的東西講出來 你可以講得出來 你不一定可以講到別人也懂 但是佛就可以 何況你還不一定懂 你懂得不一定講得出來 你講得出來不一定講到別人的懂 那麼別人不懂在哪裡 要怎麼樣講到他懂 也還不一定可以 就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 比如說 作利盤多錢 作利盤多錢 可以斷煩擾 正阿羅漢 但是 他就比較難 比較不容易讓別人的正阿羅漢 舍利弗 勿介癢就會 就比較會 不是所有的阿羅漢都可以教人 沒有 但是他自己可以 但是他要教人就不一定可以 那要教人 一樣還是有差 你像 你像 阿尼羅漢 就是阿羅漢 或是說 有一些伯弟子 他度的眾生就非常多 他善強 比如說 佛羅娜 很會說法 佳瞻眼很會說法 舍利弗很會說法 而且說法都能夠讓人家入信 那並不是每一個佛弟子 有成就的都能說 沒有 說了大家都容易明白 沒有 但是佛一定可以 所以有佛沒佛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但不代表說 你見了佛 你就一定成就 你在佛身邊 你就一定成就 我告訴你沒有 沒有 那這個還是要靠自己 所以後來我們說 這個益行道 這個道綽法師 在安樂集裡面 講聖道門跟淨土門 唐朝的道綽法師 他把一切法門 就是益行道 叛教 叛教 分成聖道門 就是修行成就聖道門 這個叫做智利 智利法 或者我們常講智利他力智利他力 基本上從那個時候才開始講 然後淨土門 就是念佛往生的這個 叫做他力 後來現在就變成完全他力 乃至於到了日本 淨土中 就變成完全他力的吧 其實佛法裡面講陰緣 講陰緣 我們剛才說 那麼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智利 有那個陰 裡面在那個善根 然後有那個緣 你說你遇見佛 遇見善師事 讓你可以增長 那麼一開始 一開始當然 那麼你必須要有職業 那麼藉由別人之意 你自己理解 那麼不可能完全智利 也不可能完全他力 那麼現在念佛的變成是完全他力 我只要念佛 過於佛 佛就會幫我想一切辦法 幫我解決一切問題 我成佛我只是靠佛 那不可能 不可能有這種事 所以不可能有完全的智利 也不可能有完全的他力 即使釋迦牟利佛自己稱佛 但是再往前說 他是在蘭登佛時代發現的 在很久以前發現的 但是在蘭登佛時代 他就正不生發了 那麼他還是有佛 依著佛 那麼就是 依佛說法的音源 那麼這個就是 比如說釋迦牟友講 他的弟子裡面 大概就會捨立佛大教授這種 即使佛不確定在世界裡 他也可以解脫 就成佩之謀 其他都要因為天文佛說的法 而得解脫 那麼天文佛說法 這個就是他力 那自己不用佛 他就可以自己解脫了 當然就是智利 但這種智利也是來自於他過去冷靜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修行 依著佛法 修行 正了三國 到色界天就沒有佛了 但是他還是會解脫 那麼在色界天看 他都沒有解脫 他智利又不是 他前世他是有依佛 依穩佛法 吻石修而來 一樣的道理 那麼你現在正出火 升到天上去七次 假設懶惰一點七次 再來的時候也沒有佛 第七次你一定可以解脫 再來你就一定解脫 那個時候沒有佛 你還是解脫 是智利嗎 沒有 你前幾次 你是在釋迦佛底下修行正出火的 升到天上去 然後再來的時候已經沒有佛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解脫 那個也不能說是智利 但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佛 他就解脫了 我們可以說他是智利 但是不完全智利 不完全他利 那通常認真來講都是智利 但是基本上就是因緣 都因緣 所以佛說智利子法一子 其實都是怎樣 佛要露面 那我們要一子誰 像阿蘭這些 還沒解脫的 已經正出火的都會害怕 智利一子法一子 但是還是要依法 法是有佛說的 所以如果這樣來講 這個叫做要依智利 要有佛說法 如果佛不說法 你哪裡有知道佛法 所以就我們這個叫做塔利 可以這麼說 但是真正講起來 這個都是自己依法修行的 但是佛當然 法也當然有佛說 那傳下來你才知道 即使沒有佛就知道有法 你還是可以得解脫 那道綽法師就把所謂的 往生禁毒 這個叫禁毒門 就是變成塔利法 後來現在就講成 完全靠阿彌陀佛 甚至我還聽到過 有一些巨師跟我講 他說 就算釋迦摩尼佛 也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這講起來很可笑 怎麼會有這麼講呢 釋迦摩尼佛 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你看 念佛講到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有沒有愚痴 那這裡說 於諸佛無量功德 清淨第一 凡夫所不能信 而能信聰 一般我們不曉得佛到底有什麼功德 信教我們也只是想這樣而已 那我們讀很多大福音 想到那麼大的功德 可望不可及 好像看天邊的彩虹 很漂亮 但是手摸不到 也不曉得我到底是怎麼樣 那如果佛就在你身邊 那個影響會更大 那麼吉諸大菩薩清淨大行 稀有難事 一能信受 那麼一開始你先 就是讓你往生敬主我們 你如果往生敬主 當然你就會實際上看到很多 這一些諸葬善人 但是一開始要先讓你信受 是歡喜信受 那麼才能夠依教奉行 所以最後都是歡喜信受 依教奉行 講功德大啊 講榮義嗎 講成就大讓你歡喜嗎 讓你信受 然後就告訴你們 你必須不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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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 閩商諸眾生 無此功德 深深悲心 以悲心故 為求隨意 使得安樂 則你慈心 若菩薩如是 深水慈悲心 斷所有貪行 未施情經經 這個就是從菩薩的異行道 方便到引入菩薩的南行這場道 就是一開始先跟你講的念佛 後來告訴你 你念佛要怎麼念 其實是這樣 那一般人不曉得 我就這樣念就好 其實不是 像無教授先告訴你 你念佛往生多出生多出生 但是你真的把無教授去補聞 你就知道 他告訴你在這個梭博世界 你看怎麼修怎麼修怎麼修 所以你看 他告訴你極樂世界很出生 但是最後還告訴你 你在梭博世界 精進用功 一日一夜 甚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 那你極樂世界那麼出生 可是 梭博世界用功一天 比極樂世界修一百年來出生 那到底是極樂世界修行出生 還是極樂世界修行出生 這樣看起來 說不是最修行出生 因為極樂世界沒什麼好修的 你在越窮越落後的國家 你的悲心越大 那你大家都很富有 你要幫助誰 那你要怎麼修忍入 沒有人傷害你 沒有人罵你 你要怎麼修忍入 你要怎麼修布施 那你沒有犯罪的音源 你要怎麼修持久 沒有沒有啊 你要怎麼成就這些功德 就你出生 你出生 你要出去 這就是開車 那你要吃飯 你再幫你做好好的 燈泡的話 電燈壞掉也跟你換好 因為一切都是很殊勝的 就是你富有嘛 所以你就什麼都不會 燈泡的話就完了 你就沒有煩燈泡的功德 你就沒有做飯的這個能力 你甚至沒有走路走很遠的能力 你都不會 因為你真的快要弄好好的嘛 所以天上不容易修行 也是這樣 太享樂了 思一得一思死得死 也沒有犯罪的音源 也不容易起煩惱 也沒有布施的音源 也沒有忍入的音源 因為都在享樂當中 也沒有產經的音源 那極樂世界當然有 極樂世界因為有念佛 有修行 但是即使是這樣 他度眾生的音源 就比較少 因為他度的眾生 都是已經學佛的人 你想想 你要度一個佛教徒 跟度一個外道 這兩種是不一樣的 度一個認識佛法的人 跟度一個不認識佛法的人 是不一樣的 你要勸一個想修行的人 跟勸一個不想修行的人 去修行 跟勸一個想修行的人 去修行 這是不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能力 所以你能夠勸一個不想修行的人 修行 跟勸一個想修行的人去修行 哪一個比較能 哪一個功德比較大 一樣 所以為什麼 跟勸一個想修行的人 說 索婆世界修行一天 勝過極樂世界修行一百年 大夫就在這裡 力量不一樣 孔子說 如少也見 故多人彼是 我因為年輕的時候很糗 什麼都要自己做 所以我什麼都會做 這是孔子自己講的 他說我不是生耳之之者 我是血耳之之者 我是血耳之之者 一樣 環境不好 成就你的能力 很多很簡單 看起來沒有什麼的事 他都會做 好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就可以了 所以他說 先讓你有信心 然後你已經進門了 然後再告訴你 你第一步要怎麼做 第二步要怎麼做 就由正常道路難行道 就是由疫情道路難行道 其實是這樣的 你生到極樂世界去了 所以就是這樣 你真的生到極樂世界去了 你不是在極樂世界成功 你在極樂世界修學而已 那麼你菩提心增長了 力量增長了 你就到他方世界 一樣行難行道 一樣行普渣道 而不是一行道 一樣的道理 我們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後面就開始講 淨土裡面有阿彌陀佛的淨土 要師父的淨土 主要講這兩個淨土 大家合掌回相 願以此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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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於切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